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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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 让孩子培养 最重要的是 他对生活有感 从生活有感做 他会去看哪些问题 怎么去解决 所以我们一年级 以实作探究 这方面为主 到二年级的时候 我们希望说 能够写成一个论文 小论文 能够形成说 我解决问题的方案 所以我所有的课程设计 是要能够达成 学生图像的形成 跟愿景目标的实现 让老师自己本身 成为资源 很重要 所以到现在 我都还会希望 如果有机会的话 去学习 去当个学生 然后继续 去体验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然后当我回到教室 我就有更多的能力 可以去做连接 那相对 我觉得小孩子感受到 当老师是个愿意学习的人 或者老师是个可以改变的老师 小孩子也觉得 自己为什么不能变 因为毕竟他们比我们年轻 他们渴塑性绝对比我们更高 你怎么让孩子 可以透过一个小小的经验 然后他可以去放大他的经验 然后转移 迁移成他 可以面对他人生的能力 这个其实在108课纲里面 经验的转移 或者知识的迁移 也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我觉得 在学科中心当中 有很多跟你相同领域的老师 然后是一个伙伴的关系 而且我们常常在一起共备 这可以帮助老师了解自己 现在在教学上面的不足 然后可以增进自己的教学 让自己的教学 更加的完整跟专业 我觉得表演艺术它就是 表演艺术戏剧 它是一门人学 所以在我的教学的现场上面 其实我觉得 不仅仅透过教学上 跟学生的互动 你可以听到很多学生发生的事情 然后学生也会 听听老师的看法 然后彼此不断的碰撞之下 其实就会有非常有趣的 一个新的方向 那我想我们在教学上面 强调的并不是正确的答案 或是对的答案 或是错的答案 而是我觉得它会提供一个 更多元的看法跟观点 就教学评量来讲 当然我们有些时候说 考试领导教学 但是其实在艺术领域 我们知道它没有标准 当然而且它鼓励多样性 所以在多元评量的 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其实除了让学生展演 他前置的一些筹划的一些工作 甚至我们把它转化成是书写 或是一些图像的表达 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在整个的历程当中 因为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在rehearsal的 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 他们其实也在发展作品 里面也都有一些 最后成品的一小部分 所以我们也希望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到的是 包含了过程性的评量 以及最终总结性的一个评量 那这个部分的评量的一个设计 其实都会去回应到 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所设定的一个课程目标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课程地图 就会提供一个 很好的一个指南 它是让学生找回自己的身体的 是诉诸于情感的 那这两个面相 其实在一般的其他学科里面 可能很少去触及 它运用了很多多元的一个符号 去进行沟通表达 所以其实也能够帮助学生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 人际的一个互动上面 它提供到它的敏感度 那我们也知道 在很多的艺术作品里面 它背后其实是有故事的 而这些故事其实 让我们不需要亲身经历 我们就打开了自己 看到了世界 所以表演艺术 我想对于这些 在转大人阶段的 这些高中生来讲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 去探索自己 以及去连结他人的 这样子的一个媒介 因为我觉得表演艺术 是所有学科当中 唯一的是以人 或是人这个身体为载体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学习的一个课程 然后它强调的是增加 每一个同学的表现能力 创造力 然后所以它会让学生更加的有自信 然后更加让学生懂得如何跟别人相处 如何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如果就现实来说 他们将来要去面试 或是他们成为一个学者 他们要发表 或是他们要增进 他们的人际关系 然后如何跟不同的人相处 然后如何跟别人团队合作 我想这个科目呢 其实都提供了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表演艺术 跟其他学科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艺术生活教室就是一个空间 它提供老师跟学生一个共同经营的舞台 那我们透过课程内容一起成长 我相信学生会在离开教室之后 才有真正的学习 那身为表演艺术老师 我希望成为学生的背后之首 把每一个孩子捧在我的手掌心 他们透过表演艺术课程的过程 在面对他们未来的人生 更有勇气 而且更多的选择 可以真实的面对他们自己的未来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